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224周深9.29赫兹巡回演唱会第一站《上海剑》 无数歌迷为之激动不已 终于能和卡布勒周深在现场相聚了 这条音乐之路周深走到第十年 十年生命树碧绿成音 十年听见内心的声音 他的嗓音宛如天籁 百变的音色极佳的唱功 把一首首歌曲诠释成为大家心中不忘的经典 这次可以更近距离去听了 周深十周年巡回演唱会绚烂开启 用音乐寻找同频的你 打开共同的记忆 一同聆听9.29赫兹的独特频率 昨日周深工作室发了周深演唱会彩排视频 旋律响起日渐日进 舞蹈准备好了 舞团准备好了 周深也准备好了 你们的互动作业准备好了吗 视频中看到有唱跳舞台 看这舞团人数还不少呢 看到这架势 上次819演唱会那次是天堂岛之歌 这次是哪一首歌呢 也有可能是二专里面的新歌 羡慕5月18日坐在美本里面的你们 话说你们的少管我首饰我都学会了吗 提心的周深还列了一份演唱会的是观演攻略 警察收演出信息 入场指引 天气指南 交通指南 停车指南 观影须知 总结就是演唱会17点入场到22点结束 演出时间长达三个小时 不要带走现场的荧光棒 不要全程录像和直播 现场不要带伞 亚克力手服和发光物 不要带吃的喝的进现场 没有官方周边售卖 警方上当受骗 好详细的攻略 周深现唱请一年二篇尾曲借过一下 昨天据播出大家对这首歌是一致的好评 歌词贴剧情人物 周深唱出了范贤 肆意洒脱自由的感觉 也有人说周深唱的其实就是自己 剧情 歌词歌手都绝配啊 不愧是唐铁和周深 听歌追剧两不误 这首借过一下的曲风很独特 好听 另外 周深在登人物杂志封面 五月刊珍藏版于昨日中午12点正式开售了 周深发文 如果说周深是有无数个街面的话 很幸运的是可以用音乐将不同的我呈现出来 更相信你也有无数个街面 很开心再次与人物对话 有关于成长 有关于一部分的我自己 当然有更多的是关于反身代词 也希望你可以在走近的过程中 找到一些不一样的自己 人物五月刊万字长文讲述了周深 一路走来的成长经历 如何重新养育自己 如何与敏感共处 如何以不任性的姿态撑起更多压力 给值得任性的事腾出空间 周深究竟还有多少面 什么时候才能见识到你完整的音乐性 我决定以后不叫你音乐精灵了 你这是朝着大宗师的方向修炼啊 周深新专辑发行赞集 希望能持续给到我们惊喜 期待 哪一个歌手呢 请赞我是歌手2024 或者是网友敲碗 比如说敲碗周深 敲碗邓子曦等等之类的 所以你知道 那你说到底有没有很厉害的歌手 有 像我就超爱周深 周深 周深 对啊 我觉得他唱歌超厉害 但是他偶尔会跳跳舞 但是你知道他的那个跳舞 绝对不是专业的 就是他不是那种 就是专业的那种 很会跳舞的那种 但是他是偶尔小跳一下 大家会觉得 哇好可爱哦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知道像现在 大家会觉得周深很棒 因为他真的很难唱 我也觉得他很棒 我稍微喜欢他的 可是你现在再仔细想想 除了周深还有谁 可能像我刚刚讲的邓子曦 像阿琳 那就是 你会觉得那个人好像 没有就是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说 好多 或者是说觉得很厉害的 但是你会觉得抖音神曲非常的多 我现在想到你知道 我的歌带里面 有满满的抖音神曲 可是你知道 抖音神曲大概我就听一两个月 我可能就不会再听了 然后后面我可能再听的 都是一些老歌 或者是可能是国外的歌 像 Adele的歌 我常常会听 像这个Beyoncé的歌 我也常常会听 但是抖音神曲确实他的嗓听期真的很短 对对对对 而且你知道我很喜欢听日本的歌 嗯 大家很讨厌日本 但我就是喜欢嘛 然后我听日本的歌 我会觉得他们也都超级强 因为我会去看 我会去听那个Life Bad 因为他们很常来台湾 然后就会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说 哇他们超级强 你知道日本不能假唱吗 我知道了 假唱犯法 假唱犯法 我觉得假唱犯法这件是德政 真的是德政 真的 因为我们观众其实就是我就是要看你 可是因为我刚刚讲观众已经被养大了 嗯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已经他们的思想一点不太正确了 就是我喜欢你是喜欢你的音乐 还是喜欢你这件事情应该要分得很清楚 嗯 大家都是喜欢你了 他不是喜欢你的音乐 就是我觉得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说 诶诶周深可以去演戏吗 哦好想看周深你去演戏哦 哇 那只是喜欢他人而已 可是 这样对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样对吗 就是一个很不正确的行为 可是因为假设 周深这一个人是很资本方的人 嗯 他很需要这些钱 或者他很想要这些钱 他会去演戏 那必须啊 因为资本要你去你就必须去 但问题是 他去演戏干嘛 他不是学这个专业 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只是在 他只是在抹气这专业上的一个质量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惜啊 这大家应该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喜欢周深吗 因为对我来讲 周深可能就是中国里面 在做说 唱歌给我们听的人 就是唱给我们这种人的人 而且你会觉得他唱歌是 真的很有穿透力 我超喜欢听他唱歌 而且国外有一个问题 难道一档节目当中 有那应在就容不得周深吗 网上有人在传言说 周深为什么会去歌手 是因为有那应在压着他 师父和徒弟同台好像不太好 对吧 这个事情 其实压根没有这个事 大家真的是想多了啊 我们所有的歌手 他进入到一档综艺节目 所有的艺人的邀约 他都会有一个正常的工作流程的 我相信比较客观的去分析 他应该就是自己的档期问题 或者说是自己的整个价格的谈论 他在巡演做准备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时间 去应付一档综艺节目的 而这个综艺节目又耗时那么长时间 又是现场直播真人秀 所以他肯定有这方面的考量 不仅是他 还有他的经纪公司 所以私人爱怨不存在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